上半时比赛结束 中国队1比0领先 他们可以怀着比较好的心情 走回休息室 当然 由于上半时的后半段 中国队的体能下降 我们的门前 也开始隐隐地 有一些险情了 中国队必须要 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中场休息 看看中国队会做出 哪样的调整 下面是比赛开始了 现在是中国队控球 王丽萍 我们看中国队在经过了战术的调整之后呢 又有一个小变化 这个变化呢 我们看三大队是得球 现在是三大队的队是进攻 这角射门偏的离谱 现在中国队在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呢 中前队的组合有变化 危险 李洁拉倒了对方 15号大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虽然裁判员 赵燕今年31岁 升高1米75 来自上海 一波 好球 这个球 孙伦是非常的勇猛 迎上前来用身体挡住了对方的射门 如果说在上半时的比赛 在需要孙伦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勇敢地站出来的话 那么在中国队需要加强防守的时候 孙伦又起到了表赛的作用 大家再看一下 蹦鼓鼓声的 看到这个球 孙伦好像是用胳膊 稍微做了一个挡球的动作 这个时候 马良平做出这样的矫整 我怕也是希望通过白杰的冲击力 能够加强对对方的威胁 白杰得球 转身就射 也就是篇出去了半点 白杰顶到前锋线上之后 大家看 通过队的攻势马上就有起色 这也是利用 进攻来压制对方的进攻 又是范允杰倒地一把球 主角 交给了三号李杰 11号铺位 好球 苏文 看苏文 交 漂亮 又是对方的门将 苏莱曼娜 刚才中国队的这次反击 确实组织的很成功 15号是刹击 直接射门了 但现在 我得仅仅是以1比0领先 局面还显得 有点让人心惊 刘英把球丢了 直接射门 外围的射门 没有什么力量 王立平 这个球没有出界 只是压在了边线上 对方犯了一个小错误 我们看一下 白杰 白杰 哎呀 球又没进 对方的 苏莱曼娜 今天确实是有点神的 除了 孙文进的那个球 他是 冒式的出击 被孙文顶了一个空门之外 在其他的时间里 他的表现真是 相当相当的出色 当然 刚才这个球啊 白杰 或许不必 直接硬碰硬 如果把球巧妙的 一横拨 边路 中间在插上的 就是九号孙文吧 中国队的小球 许飞飞 赶在门前 投球 有机会 哎呀 再射中国队 又获得了 小球 咱们看 啊 台本员示意 这是球门球 场上的阵型 保持得很好 好球 好球 七号白杰 对方 产人犯规 这应该是一个吃牌的动作 德诺考特 没有掏牌 中国队获得了一个 前场 右路的任意球 这个任意球由孙文来罚 中国队几个高个队员 再加上非常 凝巧的 七号白杰都在门前 但是孙文选择了 直接射门 好了85分钟 最后这几步 没什么力量 孙文 刘英 赵立红 好球 交身后交给赵立红 赵立红交给白杰 哎呀 哎呀